如果要公投的话 这个公投法是势必要修正的 两党应该要好好的来进行一些协商 那么应该要坐下来 把这个案子赶快通过 我们带你看看的是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今天除了提出这样的论述之外 她今天竞选总部呢 昨天是在板桥盛大开张 今天呢她还是再接再厉 从新北市出发 而且她马上到淡水老街来拜票 那么第一站她刻意选在马街老诊所 因为这也是她竞选 当时五都新北市长 拜票形成的起点 她宣誓要从这里迎回台湾 就是这里迎回台湾 宣誓要从新北市迎回台湾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周一到淡水 刻意选在去年新北市战役起跑的 淡水老街马街诊所 作为雇票第一站 今年我们希望在一次的 跟我们新北市的市民 大家共同来努力 让我们在今年到明年的总统大选 能够有一个很胜利 很成功的竞选 去年新北市长选举冲破百万张选票 小英强调新北市一票都不能少 对于马总统表态拒绝就两岸和平协议 双英会辩论 民进党提案修法降低公投门槛 并主张两岸政治协商必须先公投 马总统也认为没必要 蔡英文喊话 蓝英不该回避公民监督 那我们也一再地呼吁 就是说国民党能够跟民进党坐下来 做两党的协商 让我们的整个修法的过程 能够更完整更周全 不要在政治攻防之间 破坏掉我们修法的品质 呼吁蓝英回归理性的政策讨论 小英冲刺大选 一连五天将在新北市败票跑行程 展现决战新北的气势与决心 三菱新闻杨秀金 詹建良SNG小组采访报道